台风利奇马造成九省市近九百万人受灾 利奇马肆虐对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强降与过后恢复农业生产怎样多挫并举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央视财经评论 今天晚上我们还得继续再来关注一下 还在肆虐的海上这匹风马 利奇马 这就是这个台风利奇马了 其实今年整个在南方地区这个降水呢 一直都是比较多 灾情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随着利奇马一路的北上 这个雨水呢可以说是把这个整个的又带到了这个北方 影响的范围还非常的广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四点的时候呢 应急管理部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目前台风利奇马已经造成了浙江 上海 江苏 山东 安徽 福建 河北 良宁吉林 九省市一共接近九百万人受灾 咱来看看造成的这个危害啊 一百七十多万人转移安置 还有房屋倒塌以及不同程度的损坏 另外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了五百三十一千公顷 到底目前这个利奇马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这个损害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 因为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这个利奇马的中心的位置 现在位于是山东省围方市北部的近海海面 虽然级别已经降低成为了热带风暴的级别 但是它依然威力非常大 我们来看看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 昨天山东 河北 天津 辽宁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山东济南和滋博 辽宁大连等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今天早晨 山东西北部和半岛 河北东部 辽宁南部等地 出现7到9级阵风 渤海西部阵风达10到12级 今明两天 河北 天津等地部分沿海地区 风力有9到10级 阵风可达11到12级 山东西北部 河北东部 天津 辽宁中南部 吉林东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 辽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开布地码头 今天白天因为受到这个利奇马台风外围气流影响 秦皇岛博海海域海面上已经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 我们现在在海上看到狂风推着三四米高的大浪 向岸边拍栏 建起两米多高的浪花 现在所有的客船全部停航 所有的小型船艇全部上岸 所有货船全部停止作业 茅地的所有船舶拉大间距 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 河北海域内的600余艘船舶全部进入港口 或在茅地抛锚避风 河北海域内未发生船舶险情事故 截止到今天早上八点 秦皇岛市所有的沿海景区全关闭 从8月10号开始 辽宁葫芦岛市隋中县出现降雨过程 到8月12号早上 累计降雨量接近200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隋中县塔山屯镇达到了240毫米 在一些地势较低的区域 雨水倒灌市民家中进水 我现在是在胡岛市隋中县隋中镇 现在我所在的民房内 因为地势低洼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后院已经充满了积水 现在积水的深度目测 应该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刚刚房主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是用两个水泵 可以看到有两个水管 源源不断地将积水排到主要的马路上 强降雨还导致了隋中县 一些重要道路积水严重 车辆滞留数公里 现在这里是隋中县的外环 是大型客车和货车的主要通行道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外环 三到四公里的路面上出现严重的积水 可以看到 这些大货车都在水中行驶 而且现在的积水 呈一个快速流淌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 我现在向前走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水流的速度 水流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受到连日的降雨影响 和水库泄洪 附近河流河水暴涨 河水变浑浊 部分庄稼出现倒浮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 这个台风 它是咱们建国以来的第六强的台风 在浙江省的有气象记录史上 在建国以来也是第三强的 当然那是在浙江第一次登陆 目前是在山东又是第二次登陆了 这么强的一个台风 到底对我们整个今年的农业生产 这方面有多大的影响呢 今天晚上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 这方面的损失 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先生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柳哥 先问问李先生 我们前两天在说CPI的时候 就说今年是极端天气比较多的一年 影响CPI 现在您看整个这个台风 它依次登陆在浙江这一带温岭 现在在山东到了我们的蔬菜 再往北这主粮的这个主产区了 我们怎么来看 它这个持续不断的登陆 给这一片的农业生产区带来的影响 我们应该看到 这个李奇马这次台风 确实是比较强 造成的危害也比较大 但是它的这种影响 应该来说它是一种局部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不可合适的 那么如果是从现在的 这个蔬栽的这个情况来看 那么这个还是主要的 虽然这个登陆 或者受影响的有九个省 但是实际上应该来说 可能在这个指示那里面 是局部地区 那么部分的农民 那么最主要的应该来说 像收管主要是 当地的这个蔬菜生产 受的影响比较大 应该对整个中国的 这个粮食生产的影响 是比较小的 那你先想看我们现在 整个受灾的面积几十万亩 那么我们印尼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轮作物的部署面积 我们是那些以一亩为单 为单为单 那么那都是27亿亩 28亿亩 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所以说应该的数量是很小 那么这个群众 就是遭灾的群众 确实他们受到的这个影响 也是比较重的 但是就整个来说 应该来说 对我们的农民 那么它所占的比较 也是比较小的 应该来说 这一次台风的影响 很重 但是它是局部的 对整个大的农业生产 应该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个大台风 但是局部的总体上 不是那么大的影响 对应该是这样 我们刘哥 我们看一下 它我们刚才应急管理部的 这个公布的一个数据 主要是这个分布 你看它今天下午 4点公布的这个台风 立起码造成的是 一共9个省区市的这个影响 最南边的是福建 最北边到了吉林 基本上长江以北的 这个所有沿海 它都经过了 你怎么来看 这个一路向北的发展趋势 我就说可能 这个台风 未必是最大的 但是它的行走的这个路线 可能是最怪异的 大家怎么会想到说 一个台风从浙江开始刮 最后一直能刮到吉林 但是这回这个立起码 它真就像一个风马一样 一路向北 就是它这个线路 基本上就是沿着东部海岸线 然后这一路向北 这个中间的话不断撒野 这个最后的这个灾害的话 在刮到的地方 那个影响还是 灾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台风 就是对于东南沿海地区来说的话 这不是一个新鲜事 一年大概在中国 大陆登陆的话 会有六七次 平均好像是六七次这样的台风 那么这个台风 其实大部分 经过的什么台湾 广东 广西 海南 浙江 福建 但是像北 长江以北的话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尤其就是垂直着南北走 而且这样的话 你看整个横川山东半岛 那这样的话 山东半岛其实这些地方 它平时应对台风的这种理念也好 这种习惯也好 不像这些东南沿海的地区这么多 所以但是去年的时候 因为也有一个 去年那个台风叫什么 温比亚 是吧 也过了山东了 但是这回的话 包括河北 辽宁的话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台风经过 所以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 平时不是经常能够见到 台风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人的生活 和农业的话 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 对 说到对农业的影响 大家肯定首先想到 就是去年像刘哥说到的 去年在山东受光 是发生了比较大面积 比较严重的洪灾的 也是跟这个极端天气 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一次呢 在山东受光 又是受到了力气马的影响 有1.8万个大棚已经受灾了 到底这个受灾的程度 有多严重呢 我们就去受光看一看 今天一早 山东受光风雨交加 尽管天空中还飘着急雨 受光市挤台镇 郭家庄村的村民们 早已忙碌在田间地头 菜农们顶着风雨 用水泵把大棚里的积水向外排 据了解 郭家庄村现在有三分之二的大棚 正处于土地休养期 暂时还没有种植蔬菜 一小部分菜农定植了茄子苗 暴雨将茄子苗全部淹没 村民积极抽水排涝 保住大棚安全 等抽水排涝结束后 再重新栽种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 去年温比亚台风过后 当地政府在大棚之间 修建棚间排水管网 将积水排到主干道上 修建的排水渠 在此次力气马台风中 新修的水利设施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寿光菜农积极排水自救的同时 青州市的花农们 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山东青州是江北最大的 盆栽花卉基地 供应着北京市场大半的盆栽花卉 受台风利其马外围 和西风槽共同影响 山东省青州市 从前天八点到今天七点 平均降水量达406.7毫米 持续强降水 令青州市花卉主产区 黄楼街道的花卉受损严重 在黄楼村就有八十余户的 种植大棚 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前天晚上开始一停不停 五六台不能开始抽水 一直抽到现在 有人睡觉也没睡了三四个小时 晚上很时间的堆地 卖流 四五台水本不啥 向外出水 今天看网上有受光的朋友也在发微博说这两年受光的日子确实有点不好过 去年是遭受了很大的洪灾 今年又遭遇到了这么强的台风 在当地算什么级别呢 你看受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1号说 这是受光当地有这个记录以来的1959年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 而且现在有1.8万个大棚已经进水了 农田受灾面积是13万亩 沿河部分村庄有9.3万 这快10万的群众是撤离了 所以李老师您看 去年受了那么大的灾以后 受光一旦遭灾的话 大家好特别关注这个农产品 尤其蔬菜方面的这个供应 但您看刚才当地目前看到 这个1.8万亩大棚进水 受灾13万亩 这个在当地算是一个多么严重程度的损坏 根据我查的这个资料 那么大概是占这个10% 那么这是受灾的这样的一个 只占一成 对的 这个就是受灾的 因为它的整个的命级 大棚的数量人口 都是大概是100多个 就是100万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那么这样的话 大概是首占的比数是10%左右 那么整个的受灾 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成灾 那么我们在这个对农业生产上来 那么受灾跟成灾是两个概念 区别是 成灾呢 那么当然它可能就是水淹完之后 那么很可能像这个村里的时候 它与于这个没有及时的排络 都淋不育 那么准备不充分 结果把大棚这个毁掉了 那么生产能力呢 摧毁了 那么这样呢 这个整个它就是成灾了 那么经理我们跟刚才看到的 有的品子里面有的派的 那么它很可能呢 就是水过来了 那么它不一定呢 就是这个成灾 它只是受灾 那么就水呢 即时的排完之后 它照样的还可以呢 进行生产 对 所以有能够说抽干了就有希望 应该是这样 实际上真的受灾跟成灾是不一样 去年呢 受灾比较严重 所以说呢 对部分的这个蔬菜 去年真是送给方 香菜之类的 它的影响比较大 对 所以去年留个40块钱的香菜 咱们可是做过一期特别 对 你看受光一出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光 今天我们的记者 央视财经队记者调查了 它新发地 已经上涨30%了 对 所以今年目前这个灾情 你觉得对我们整个 供应和价格的影响是 其实去年呢 差不多也是在灾后的 两三天之内的话呢 上涨20% 但是去年的灾 的确比金南大 因为去年的话呢 就是 坍塌的大棚 就是1.6万个 今年呢是进水 是1.8万个 按照现在的统计 而且今年的话呢 其实是雨量比去年大的 因为去年的那个台风呢 实际上是从安徽那么转过来 其实已经减小的 而且是从这个受光 比较远的地方过去 今年的这个台风的话 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呢 说是在青岛登陆 实际是从行政计划线上的 看呢 离那个受光是很近的 所以它雨量非常大 但是因为接受了去年 去年的那一场雨的话 应该是三四十年来 受光那个地方最大的一次 所以猝不及防 所以的话呢 应对上的话呢 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那么今年显然接受这些教训了 那么首先包括水坝水库 这些也都清空了 然后呢 准备了很多的抽水机 而且从片子里头我们看到 很多排水沟啊 什么都建立起来了 而且去年的投资几个亿 对进行了几大水利工程的建设 所以今年呢 相对而言呢 它就心中有数 然后呢 即使是进了水 那么很快也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它的灾害的话呢 灾害虽然比去年的话 很强行 但是损失不一定的有 对 这个对总体全国的这个 尤其蔬菜方面影响会很大吗 那不会 因为一个受光的一方面 是它自产的菜 另外实际上 我们吃的很多蔬菜 是从受光来的 和受光有关 但不一定是受光重的 这几天有可能受影响 对 因为你这个下暴雨 受光的话呢 它主要是交通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菜的话呢 是周边 甚至很远的地方的菜 拉到受光 然后再批发到一些大城市 受光整个的蔬菜的产量 在全国连1%都占不了 但是呢 它对北方大城市比较重要 所以呢 就是说 在短期的几天内 可能价格上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近期有点活动 总体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吃过去年的亏以后 你看受光今年 其实应对来讲呢 还是不错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看到在灾后 我们还得思考一下 还有一些什么方法 是可以在我们面对 这样极端的天气的时候 是能够有效的 比方说农业方面的保险 这个短板能不能补齐呢 我们来看看在立起码的 经过之后 在上海附近一些蔬果园 这两天正在忙着 排险和抢收的工作 同时也在做足 这个后期的保险理赔的工作 台风过后 上海金山区亭林镇 一家蔬菜生产基地里 上百亩菜地 几乎变成汪洋一片 部分蔬菜大棚 只剩下光秃秃的钢架子 尽管是经过了 一天一夜的抽牌 这个基地的积水呢 仍然是到达了 我一个脚踝的位置 这个蔬菜大棚的蔬菜 被水浸泡之后呢 基本往一边倒浮 如果现在随便 拔一颗起来 可以看到这个菜叶子 已经基本开始腐了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 减少损失 目前基地仪组织人员 对大棚进行抢修 并积极开钩排水 后续还将进行补种 除了蔬菜 上海市郊部分瓜果生产基地 损失也不小 在上海凤咸 多处桃园被淹 许多桃树折枝 没来及采摘的黄桃 大量落过 我现在是在凤贤青村的解放村 那么在我身边呢 是一片黄桃的种植基地 那么可以看到 台风过境之后 这里有明显的桃树受损 并且呢 不少黄桃掉落在地上的 这样一个现象 8月11号 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来到桃园 对受灾和损失情况 进行评估确认 确保受灾农户的脱底收益 不少于每亩4000元 顺利的话 我们相信能够在 两周到三周左右完成 那么赔款呢 我们力争是在 一个月内 能够到农户的账户里 刘哥你看 这是在上海周边 可能保险工作做得好一点 但是全国 这是不是还是我们农业生产 在面对这个极端天气当中 最大的一块短板 我看呢 现在这个短板正在补上来 而且呢 其实这个农业减灾呢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保险 其实 那么如果要是说 现在的话呢 在很多地方 已经在推广呢 就是 气象指数保险 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案例了 就是这一次 宁波的 有一个养一种虾的 这样的一个养殖专业户 那么他已经获得了 二十多万元的这个赔偿 那么他这个赔偿呢 是什么呢 就是当地政府和保险公司呢 就是把当地最主要的农产品 跟天气的这种关系的话呢 进行深入的调研 那么最后呢 推出来一种那个 气象指数保险 那么比如说气象达到了一个 超出了他这一个 统计的百分比的一个数值的时候 那么造成的灾害 他进行赔付啊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一回我们我看到的这个 叫什么南美对虾啊 就是这个养殖的这个宁波 现在已经有了案例了 很快就赔付了啊 还有别的地方 比如说在苏州呢 他产大闸蟹 他有大闸蟹的气象指数保险 还有在内蒙古呢 他有牛羊的那个气象指数保险 因为就是这个地方的 这个农产品呢 和气象的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呢 然后就研发出来一个保险产品 这个保险产品呢 政府出一部分钱 农户自己出一部分钱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农业 尤其是这种农业大户 因为他们的损失 如果真的一下这个很难的话 可能可能就是在对家庭来说 就是灭领之灾 所以有了这样的保险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于农业的这种大灾上的损失的话呢 价值非常大 而且现在一些高科技手段 大数据的手段等等 都可以帮助 对对对对 气象的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办法 高级的一个工具吧 李老师 但除此之外 我们要赶紧地恢复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生产 农业方面 我们应该还应该怎么做 确实啊 这个台风过河 那么怎么样一个恢复生产 恢复这个农民的生活 那么这个保险是一个范面了 那么除此之外 那么还需要呢 这个其他的一些措施 要多管其下 那么最主要的呢 这个就是呢 首先啊 我们的农业生产 如果有一次呢 生产能力遭到这个毁坏 或者像大盆 那么呢 要尽快地把这个大盆 要尽力起来 那么如果要是呢 像这个保险公司啊 那么可能在一次发财的地方 对于呢 这个主要的大规模的这个农户 他可能呢 这个有保险 那么有很多的普通农户啊 因为他这次灾害 那么呢 在那个地方 或者说呢 某一个地方呢 他大家都造台风 他说系统性分析 一般薄行公司呢 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 这个是拘灾分析 那么政府呢 这时候呢 他这个就要救助政府啊 就要即使的 要能够这个恢复固难 那么呢 一个是财政支持啊 一个是给予贷款啊 那么呢 这个农民呢 自己再套一部分 要生产能力恢复 那么生活 如果是生活上 像房屋啊 什么都在 如果毁坏了 同样的也得要 那么呢 即使的呢 又要能够跟进 除了这个保险以外 确实我们看到 应急管理部 也是下发了很多 救灾的资金 是有的 甚至是提前的拨付的 所以这些保险也好 这个财政的救助也好 还有我们的生产自救也好 都是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面对这样的灾害过后 其实还有很多 值得我们总结的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所以二位面对 今年其实也算是一个 自然灾害比较多的年份 恐怕以后这样的灾害 也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原则来面对 就是面对台风等等 不利影响 那么只要政府和社会的救助 也要农民自救和积极地应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 随着这个极端的灾害天下 不断地来临 那么这次台风也是 就是说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了 那么我们国家里面 实际上直接形成了 就是说面对中国 多年以来的这个自然灾害 就是说斗发 贫发 重发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我们实际形成了 整个的这个应急的体系 我们看到呢 现在我们的政府也好 还有我们的社会 包括我们的报信公司 就是说各种机构 那么在这个自然灾害来的时候 甚至提前我们都做好了 就是应对的这次措施 那么这次呢 都是外应 或者说外面的这种伴助 那么呢 作为这个自然灾害 更主要的我觉得 就是说特别是灾后 那么农民呢 必须积极地这个行动起来 那么来呢 这个外面这个灾害损失了 那么呢 生产能力要怎么样 恢复啊 那么呢 以及呢 这个我们的工作 套用现在电影里边 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嘛 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自己得做好 你刘伯觉得呢 我觉得应对台风灾害 还有别的灾害也好呢 现在真的是应该 以减少人员伤亡为最高目标 那么至于呢 其他的一些损失 尤其是农户的损失呢 要更多的通过保险 和社会救助 政府救助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其实我们看 现在这个灾害的话呢 主要呢 最后也就是在这个 一个基础设施 和农业方面的话呢 有灾害 农业的灾害呢 有时候它 对于一些农户的伤害非常大 但是总量其实没多少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要是说 政府更多的钱 花在前面 那么能够和这些保险公司的话呢 一起设计 并且的话呢 协助这个 给一些步入 然后让更多的农民的话呢 加入到这个保险里面 那么通过保险呢 那么最后损失 损失到最后补了 因为最后呢 现在这个 这种风险的话呢 对于全国的农业 其实不算一个大的问题 对于全国农业的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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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